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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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仔细看的话 就能发现土豆皮上的细微差别 一个是光滑的 一个是麻皮的 这就是品种不同的两个土豆 光滑表皮的口感清脆 适合呛炒 麻皮的口感绵软 适合蒸煮 如果您再仔细看一看 就会发现这栋大棚里的土豆个头特别小 我们这个小鼠再栽到这个像内蒙啊 还有这个山西啊 还有亨江这些这个土地里头 然后它这个土豆又能接触三到四个土豆种 还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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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这个种经过下一年 经过割芽以后再种出来土豆就是我们吃的土豆 这等于说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三年 三年 王树国是盘锦瑞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眼前这些个头特别小的土豆就是他们合作社今年引进的新项目 土豆圆圆种 土豆圆圆种是用脱毒的试管苗移栽或扦插生产出来的种鼠 圆圆种种植后收获圆种 圆种种植收获之后就是我们在市场和超市里买到的商品土豆 普通平凡的土豆需要复杂的育种过程 而这都是为了解决种植户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我们就在市场去买一些标准型的土豆 回家以后做种 但真正的就是有带头的 说我们把一些优秀的品质的土豆种引进过来 经过我们种实验示范 再推广给种植户这样极草 作为一种无性繁殖的作物 只要把有孔或者带牙的土豆快径切下来 埋进农田里 就能实现繁育生长 但是原本的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繁育之后 会染上土壤中的病害 导致产量降低 抗病性减弱 解决这种病害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土豆的脱毒技术 但是脱毒的种属普及率并不高 这也就是我国土豆种植面积 位居世界首位 但亩产不高的原因之一 王树国意识到了脱毒土豆源源种的重要性 今年特意从西北高海拔地区 引进了脱毒土豆苗 在盘锦进行示众 为了杜绝土传病害 源源种需要无土栽培 它带着这种植物生长需要这种微量元素 但是不多 这里也需要我们进行这个人工的 给做一些这个底肥 就是积肥 然后再打一些的页面肥 或者是这个对于它生长需要的这种营养 这是今年采收的第二批土豆源源种 生长周期在90天到100天 小小的源源种 它的经济价值能有多大呢 这一个盘的小苗是装48颗 48颗按照理想的状态下 应该是在150颗这个小微型土豆树 生长的状态不一样 那有的就没有结那么多 那么我们这一盘大约是在100个左右 这个东西是按颗卖的 就是按照一小粒卖的 这一小粒大约是在 小一点是在三毛 大约是在12吨到15吨之间 土豆源源种对温室大棚的要求比较高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是11800平 它整个透光性 它有这个温室度可控性 作为盘检地区啊 东西这种温度 都有利于这个小土豆的源源种的生长 也有利于它的这个干物质的积累 一直以来 王树国的合作社种的都是西红柿 黄瓜等大棚蔬菜 竞争压力比较大 为了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也为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王树国觉得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每一个新项目的发展 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压力 也就是责任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小土豆苗的育种 这一块呢 主要还是让这个合作社 在这个经营上有一个突破 也会增加我们摄源的这个经济收入 只有解决了土豆的土传病害 繁育出优良的源源种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单产 保证成熟土豆的营养和品质 达到主粮化的目标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就是要把这个自己本土这个品种 这个属性 这个都延续下去 然后继续繁殖一些抗病 高产 电粉含量高的这样 就口感好的这样 这个土豆 今年 王树国的源源种 是订单销售模式 过几天 这些小土豆就要前往 内蒙和黑龙江地区 进行下一代源种的生长繁殖 在土豆源源种繁育的这条道路上 王树国刚刚起步 明年 还会有更多的订单 而他肩上的担子也会更重 都说呀 这散养的溜达鸡 下传了鸡蛋品质好 其实呢也不尽人 大规模养殖场的鸡舍里面 也能产出高品质的鸡蛋 不信 不信就看了 在田陵县永兴种鸡场 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打开的这枚鸡蛋 是蛋黄够黄 蛋清紧实 看上去特别诱人呢 你看啊 你看 这鸡蛋一点损分没有 这清浓度相当大的 至于鸡场产出的鸡蛋 为啥能这么诱人呢 李世杰说 这是因为鸡蛋的生产 可是有着一套严格的把控体系 就拿鸡吃饲料的量来说吧 可都是有一套标准的 料里得有均匀度 随着料去增长 随着鸡的增长和给料 它按照公斤体重 每蒸个几克几克给几克料 它按照几动中 按照日周量的增长 来去加料 不是随便给的 李世杰说 鸡蛋鸡要严格控制食量 这其中可是大有学问的 如果每日投入的饲料过多 鸡吃不了 容易造成浪费不说 料头少了 鸡还吃不饱 长得慢 最后导致产蛋量下降 具体要给多少料 可是要根据鸡的生长周期来定的 李世杰说 这个饲料量可绝不是随便说说的 具体的用量 其实是有着一套计算方法的 就拿小厨鸡来说吧 套用计算方法就是 日零加二 比方说刚出生八天的小厨鸡 要吃多少料 根据计算公式就是 八天加两克 每日用料克数就是十克 而为了精确喂鸡 保证鸡蛋产量 养鸡厂还特地安装了 自动化设备 咱们这都是属于自动性的 饱料啊 粗分的都是自动 有了自动化设备 鸡吃的饲料 可以更加精确了不说 也能更好的控制 蛋鸡的应激性反应 咱都知道鸡是很胆小的动物 在鸡场这种密度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当一只鸡受环境和温度 变化影响 引起恐慌时 其他的鸡也会跟着慌乱 引起应激 这个时候呢 食欲不振 产氮量下降 这都算是轻的 严重点说啊 可能就会导致鸡的大批量死亡 所以说自动化设备的安装 更有效地控制了鸡的应激性反应 因为咱们这都是属于自动性的 温度 湿度 都自控的 湿度高了 风机排大量 湿度湿了 它自动加湿 所以风数不够 就另一个风机打开 它随着整个屋的室内风数 鸡需要的风数 多少米的情况下 它开几个风机 因为这都是自动的 电脑的 看来 这儿的鸡蛋质量能这么好 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可以说 为了生产好鸡蛋 机场的相关工作人员 可是没少下功夫 当然了 付出了就会有回报 现在产量2300斤左右 每天的鸡蛋都能销售出去 一斤4块5左右 鸡蛋是供应求的 不过今年鸡蛋的收购价 能达到这个价位 在李世杰看来还是有点高 按照正常都是 春节清早前后不会高 上级这是高风机 就是弹过剩 今年是属于不正常 不正常什么呢 今年这个月的 年轻的价格很高 就4块560很高了 每年达不到这个价格 李世杰说 春节前市场上的鸡蛋量 是比较充足的 按照往年的价格来看 每斤鸡蛋的收购价 最多也就在3块5左右 而今年鸡蛋的价格 能达到4块5 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比蛋鸡 前两年蛋鸡航情不好 在一个受疫情影响 在一个南方 涨大水 除了行情低迷 疫情影响 南方涨水 这几个因素之外 李世杰说 去年东北下的那场大雪 也是导致鸡蛋涨价的原因 所以啊 综合来看 鸡蛋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 蛋鸡的存烂量不够了 不过 对于铁领县 永兴种机场来说 自动化养鸡 让他们更好地 应对了行业的低迷 通过自动化设备 鸡的存烂量 稳定在了 一万九千只 也提升了鸡蛋的质量 为这个春节前的销售 打下了好基础 看来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现在啊 养鸡养鹅养鸭的多 大规模养殖 肉兔了不多 都成了小众的养殖项目 海城的田大姐呢 就坚持养兔二十多年 不光有稳定的销路 还琢磨出不少养殖小窍门 这得取起精啊 本期养殖经验分享嘉宾 安山海城的田永杰 专注肉兔养殖二十三年 要点一 如何选购健康的肉兔 你看到眼神啦 体态啦 毛色啦 就能看到是 是不是健康兔 它吃神的状态 活跃度 能看到是 是不是健康的 活跃度在笼里乱蹦 它就是属于健康的 它不健康的兔都发呆 不爱动 毛色呢 就枪毛 那就是有毛病了 选购肉兔 最好挑选四十五日零以上的 肉兔耳内无污垢 鼻孔无粘液 嘴角无流咸 腹部胀 四肢有力 肛门与后肢 无粪便污染 要点二 养殖肉兔 既有啥为啥 就改善它的肠胃 用醋料 它主要醋纤维的 那个吃醋纤维的食物嘛 什么利于它消化 你老吃精料呢 它那个肠道蠕动力还是慢 夏天尽量不喂潮的 喂干料 你这个潮量给多了 它拉稀 为啥一个人家养的兔 都能给点这个给你那 给完了一顿成就死了 它就坏肚子了 正确的四位方法 合理搭配精 轻 粗饲料 才能提高肉兔的生产性能 降低饲料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要点三 既养老龄兔 总兔使用三年必须淘汰 更换下一批总兔 为了那个主要保证商品兔的量 把下一批那个总兔进来 以成活率出来率为准 繁殖器的兔子 一般可利用三到四年左右 如若再让其配种繁殖 其子兔成活率低 生长慢 效益低 所以在养兔过程中 应寄养老龄兔 要点四 兔射地段需注意 兔怕精 胆小怕精 就是离住户人家稍微远一些 咱为它见到这个地方 这离住户远 特意设计的这个高度吗 对 特意弄的这个高度 80高 矮小的兔射 不但肉兔生长缓慢 还会给肉兔带来传染性疾病 理想的兔射 应建在宽敞明亮 通风良好 周围有树木的地方 要点五 养种兔尽量单笼饲养 兔兔必须单笼 因为兔在一起它打仗 兔 它领力跟那个动物的领力性非常强 你进哥俩了 它得挣一个高一个下 这个笼子你要养商品的话 这里边能放四个 这里两那里两 是最理想的 养商品 商品兔养的一定份 也得分开 不分开 它那个一直长进半 现在它打仗 一个就是一窝就可以 你要是不是一窝 它打仗 兔子具有强烈的领域意识 肿兔长期同龙 无法保证兔的纯种性 影响后期商品兔的品质 成活率 提起仓途这个地区呢 可以说十年九旱 即便如此呢 去年也遇上了不少大雨大风的天气 重大田最怕遇到这样的天气 但是这对东嘎镇的老刘来说 那都不算啥 还加玉米地 一点都不怕 这是为啥呢 刘大爷今年试中了十亩地的 沈农大DSE品种 就是眼前的这片玉米地 刘大爷给这片地 起了个名字叫班布导 说到点子上了 沈农大DSE最大的优点 就是抗导服 它是指根指杆的一个品种 指根指杆啥意思 就像老百姓说 铁杆装甲 因为指根指杆 它的纤维数度 纤维数度它就柔韧性比较好 正常来风之后 可以一刮风 给它刮到这些倾斜 甚至于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它已经正常的玉米 已经出现那个导服 甚至于蛇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 沈农大DSE这个品种 我可以给它 拉到这个角度 一送手 它还可以弹回去 所以说当来风之后 它完全不用担心 说出现导蛇这种情况 玉米抗导服 自然就不用担心产量问题了 刘大爷家是一等地 但同样是一等地的邻居家 不同的品种 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这就是那个普通品种了 它的那个花粉量 就是没达到 一旦那个雨气过大之后 它就寿粉不好 寿粉不好就会长成这样 咱可以那个 我看这有的瓣 基本上就 看这个 对 咱可以给它 把它拿开对比一下 看一下 对 大家可以看 这是咱那DSE的品种 咱可以说没有出变行 还有 劲是满的 大家可以看 它这花粉量不足 看它这劲是吐的 所以它就是这个磅上根本就没长多少粒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差量了 对 这就已经是造成大减差 沈农大DSE品种 磅长能达到22到25厘米 16到18行 掰开看看 太招人稀罕了 现在可以看它的轴 它属于是 四马尺大板牙利 大家可以看它的轴 只有我这个 大拇指 对 大概也就是五毛钱 硬币这么大的 对 它说的轴非常的细 轴细有啥好 它是马尺的轴打来的全都是凉 炕倒还炕烙 这样的好品种 可不能藏着掖着 刘大爷说 他要当个宣传员 推荐给周边的邻居 中南黑手地推荐这DSE 总体还满意吗 满意 这个挺满意 满意 嗯 下年我还得种点 种点 说的 中文也不跟他不得年年得 其实不只是 种植户喜欢沈农大DSE 养植户也喜欢这个品种 因为它是胡耳成熟的 那个牛羊啊 它的嗜口性非常的好 牛羊爱吃 就是养牛羊的乡亲们 更爱种这类的品种 大伙看了这是黑土地 咱们接着往下说 想买物美价廉的好农资的乡亲们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 黑土地啊 给您准备了 稳定型大田复合肥 哈达山 预定价格还是180块钱一大 早定早到货 价格包底 多退少补 咨询电话 024-8652-8168 024-8652-8168 您记好了 另外呢 今天的玉米种子品质再升级 价格没涨啊 还打电话 024-8652-8168 024-8652-8168 接下来呢 关注天气 进入谈天说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沈农大L570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正月23了 89第二天 咱们全省呢 都是以情美主的 南风或西南风3到4级 部分地区4到5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 来到了零下3到3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 在零下16到零下3度之间 随着冷空气撤离呢 暖气团掌控沃省领空 开始绝地反击 最高气温升4到6度 之后会一路高歌猛进 周五的最高气温 全部回升至5度以上 了解过了天气 我们看看乡气没有哪些问题吧 有位观众啊 想要了解一下 有没有好一点的肥料 给咱们推荐一下呢 接下来有请技术人员帮他介绍一下 咱们中化的这个哈达商品牌的 这个稳定性肥料呢 肥效呢可以长达120天 所以呢从播种 一直到它的成熟 这个肥效是持续稳定的 供给这个养分的 后期 所以保证了它 后期的一个活样成熟 整个的全是活样成熟的 没有大半病和清酷病的迹象 这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肥 为这个作物提高了它的抗病性 本身呢 这个哈达山养分充足 就有一定的抗导性了 但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加一个578斤的甲肥进去的话 那就等于锦上添花了 让这个甲完全的够用 透气呢 能够壮杆壮粒 不倒服 活样成熟 如果品种和你适肥的方法都选对了的话 一亩增产的200G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位观众问到有没有广式性强 而且米质不错的玉米品种呢 接下来有请技术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这个H305第一个它是根系发达 它气层梗呢 有散成气层梗 抓地特别牢 而且特别深 能起到一个抗氛的作用 而且在旱年头啊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旱的作用 能吸收地下深层的土壤的水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等大风来了 它的风阻是非常小的 都不兜风 所以呢 它也非常抗导 像去年呢 有四场台风登陆我们辽宁 这个H305啊 基本就是没有出现导付现象 再有呢 就是这个H305的谜子 是值得一提 它是纯胶纸梁 呈金黄色 荣重非常高 像卖梁呢 就是收梁呢 非常爱收这样的品种 一般的情况下 打下来梁 只能达到个二十五六个水 打下来梁就能卖 而且能多卖个一分钱到两分钱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H305啊 这个摄影面是非常广的 南一直到我们大连海城 都能种 北一直到我们的黑中奖 哈尔明以南 都可以种植 只要基本在2650到2750之间 都可以安全放心地种植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它湿度比较大 耗上病 你说它抗病吗 沈东大L570啊 是非常适合咱们辽南地区 种植品种 特别是像咱们大连地区 它属于一个高温高湿 一个地区 这样地区有什么不好呢 它容易上病 像咱们常见的 大斑病 小斑病 像一般品种啊 补抗病 在咱们大连地区呢 是种不了了 但是咱们沈东大L570呢 它高抗 大斑病 小斑病 叶斑病 对于咱们高温高湿 常见的这些病害 它都对我 很好的一个抗性 所以说它是非常适合 咱们沿海地区 辽南地区种植的一个品种 你像我们那地区啊 往年都种细致大半的 那我改种它 我合适不 产量能好不 它的产量啊 是非常高的 正常呢 它的单税重呢 在6两左右 一亩地的母宝苗呢 在3500株 你自己算一下 它的产量多高 哎呀 那真不错 当然了 如果您有啥没听清没记住的 可以拨打这些电话 024-8652-8168-400-6818-801来咨询 我们将会通过多种方式将好技术 好农资送到您的身边 十四届辽宝林省农用物资博览会呢 三月下旬就要开幕了 现在正在招商报名当中 不管你是社农企业 经销商 还是个体户 都欢迎您参与 来参加辽宁卫视黑土地的展会 就有机会加入黑土地供应量 帮你做推广 卖农资 展会报名电话一定得记好了 400-6818-801 400-6818-801 咱们接着往下说 说山坡地呢 加上大风口 这样的地块想高产 可有点难 但这事呢 也不是没希望 管理好了 山坡地照样能逆袭 这不 胖鸭就叫上技术员 来到地里 现场教学 肚技术员啊 我今天必须得带你看看 我今年打而来的精神 他们要么离了歪斜 要么呢 不结伴 这也太难整 大山坡地啊 像人家这个山坡地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种 HJ11 是我们 今年新审定的一个品种 经过我们辽宁省 大面积两年的市众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 尤其是在我们辽宁东部山区 比如说宽店 还有我们低温冷凉的地区 西风 淮仁 这些地区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你说俺家这个大山坡的地 风多大也能扛住吗 像我们HJ11 抗风能力是特别强的 第一个 它液体上风 它不都风 第二个呢 就是放上去节奸呢 越往下 节奸越短 这样呢 底盘稳 而且它根系特别发达 做地牢 所以呢 它抗风能力也是比较强 HJ11不仅根系特别发达 能很好地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 供给咱们果素生长 而且抗风能力也是没得说 这回胖鸭家的山坡地呀 可是看着希望了 看它的意思 肥都不想上了 这要是赶上这好瓶酒 那你家的肥 我今年不用上那些了 这些说的不对呀 尤其是我们像山坡地 或者是一些沙土地 保肥保水能力特别弱 所以呢 这样的地呀 我们上肥会更 需要更多一些 正常地块80斤 像你们这样地块啊 就可以上到100斤到110斤 这回呀 胖鸭总算是整明白了 HJ11这种子虽好 但肥也不能少 尤其是土质不好的山坡地 咱种地呀 一定要因地制宜 科学种田 乡亲们你们看明白没 化肥上多少 看地好不好 像这大山坡 给的还得多呀 种地选种子 那可是关系到 一年收成的大事 在法库呢 就有一个大哥啊 成为村里 种苞米的标杆 大伙选种都看他 他到底有啥秘籍呢 我们得学学啊 你买肯定合适 这苞米肯定值得比重 一大清早 李承锋就到 吴维志家的院子里 转悠来了 为啥来的呢 瞅瞅这一地的 大苞米瓣 就知道了 你种子都没毛病 沈东大L570 李承锋和吴维志 都是沈阳市法库县 冯贝铺镇 李家荒帝村的村民 两人家的苞米 虽说是DID 但这质量上的差距 李承锋心里明镜似的 这不 眼瞅着要过年了 李承锋就想趁着这功夫 赶紧把来年的 苞米子买了 安心过个年 原来啊 去年法库县 普遍雨水偏大 又赶上几场大风 不少农户家的苞米 是烙的烙 倒的倒 但是吴维志家 种的沈农大L570 不但没烙没倒 收成还特别好 村民们都把无为质的苞米 当成自己家来年的标杆了 1800到2000 肯定能打这数 这我个儿吃 我个儿亲自打的 我知道 我亲自要 这个满意 满意 这品种肯定满意 今天我买十多袋呢 我都买完了 我怕没有 那沈农大L570 单半的粒种 究竟咋样呢 咱黑土地技术员 现场帮咱撑一下 一半的净粒是七两 咱一亩地达三千五百株 去吊点苗 就达三千株 一半七两两 咱还两千一百斤的 还是吨粮以上了都 虽说选购了好品种 但是也要配上科学的种植方法和种植时间 才能保证来年妥妥的好受症 这个种植啊 越往中效果越好 在五月五号到五月十号 种植是最好的 你看现在它干的 它不怕动 对不对 你放在地里的 地里有湿度 开村的开花的有湿度 一旦出现刀春寒 分枝的 苗出不来了 变蜜了 容易出现倒腹 你这蜜的 痛风不好 痛风不好 半肯定小啊 建议这个种到九顺 三千五到三千八百股就可以 说起盖州市双台镇宋世高村的村民 他们常年以种果树和外出物工 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每家一年到头收入四五万块钱吧 就在这两年啊 小村庄大变压 经济收入妥妥的翻了一番 怎么回事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要是一屋子 那得啥样了 往往是黑色的 然后绕的时候是用别的线绕的 然后就是把它固定 其实就是固定一下 对啊 就是上面这不是一斤长一斤短吗 然后下面那个颜色的话 也是一斤长 长针修短针 短针补长针那种的 每个礼拜 这里都会组织一次手工刺绣的公开课 大家一起浪浪 最近流行的针法绣样 同时刺绣老师也会布置 下一阶段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我们这个东西的品质啊 真的是代表着咱们这个村子的脸面 已经要把这个细节做好 就像我们这个流苏产线的时候不能有分线 所有的刺绣产品出去不能有线头 缝合的地方不能有针眼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要做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注意这个 四年前村里来了这位外来户何欣 他不仅把家安在了松树沟 还把手艺和订单也带了过来 教大家刺绣给大家派活 后来成立了这个花锡手工学院 这个花锡手工学院的成立是在2019年 2020年的5月份 对 那个时候才有了这么一个根据地 之前都是我爱家爱户到人家家里去教人家做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中国传统节日这样的一个范畴 对 它的手工工艺呢 你看像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这一款吧 这一款宫灯呢 它是刺绣的 然后整个的这个边条和里边都是我们的姐姐 阿姨们手工粘的 自打学上了刺绣 村里的女同胞别提多忙了 从前只干农活不会保养 一摆农丝线 手上的道腔刺就容易把绣样刮花 现在不仅刺绣熟练 这皮肤也好了 护手霜也抹上了 一个个都倍儿精神 特漂亮 关键人家这活啊 一年四季都不带断档的 像你这样绣一天能绣多少个活 一天绣 十个左右吧 怎么计价的 这个是 十五块钱一个 一天日中一百五 差不多 活要是说供上的话 也能挣个三千左右吧 两三千的 可以来学院做 也可以拿回家去做 时间自主 地点自主 只要保质保量 按时交活就行 从前不挣钱 现在每个月都能有上千元的收入 刺绣让松树沟村的妇女们更加自信了不说 这家庭地位啊 也是直线上升 不一样的态度了 地位明显提高 以前呢 来家 回家来 老爷们都说 饭菜准备做好 但是现在不用了 现在回家了 之后 老爷们来家 饭菜都做好了 要不然以前说 农村这边吧 就是大大麻将 也没有什么格外的收入 也没有别的事干 从他来了以后 多了这些手工磁绣 做一些橡囊 做一些凳什么的 每个月一天的收入 多了能三四千 基本快赶上我们 这一年中低的收入 将来我们下一步 还有一个旅游产业 能让送出购 能更有名一些 只有有名呢 才能有更多的人来 这一来呢 对知名度来说 就大大的提升 只要有外来人进来 有新鲜的学业进来 那老百姓 和他这个收入 就步步提高 谁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那是没碰上 能让咱们淋漓尽致 发挥潜能的事业呀 就拿松树沟村来说吧 当姐姐阿姨们 碰上手工刺绣 这半边天的说法 可不就是谦虚了吗 前阵子 我接到一声电话 电话那头呢 大姐火急火燎的 我们黑腿专家 能不能赶紧去他家一趟 说黄瓜得病了 那要电话呢 我就和小苗医生 直奔铁顶了 现在二十多天过去了 这农户家黄瓜病害 解决了吗 解决咋样呢 敢不敢是挣钱呢 咱们一起看看 遇到病虫害 专家来把卖 手道把病除 百姓都致富 黑暑地专家上门服务 为您指引 似曾相识 故地虫游 心情甚好 此行此景 我要严实一手 昊哥 你会做事呢 那孩子 听着啊 黄瓜生病了 叶片粘薄了 找到大明白 黄瓜直溜了 你这是啥死 这是啥死 不押韵是吧 不押韵不要紧 只要咱 种黄瓜的乡亲们好运就行 那个大姐 大姐啊 这个黄瓜长得挺好啊 好 算好 是吧 这茬又长得不错吧 不错 挣到钱没 挣到了 心情好吧 心情好 那挣到钱了嘛 那我的心情 我这时就没白做 对对对 打电话的这位大姐 姓周 叫周丽萍 是铁岭市西北河村人 这就是周大姐家的 黄瓜棚了 与外面零下 十几度的温度相比呢 她家的黄瓜大棚里 却是春意盎然 一根根顶花带刺的 小黄瓜 整齐地挂在藤上 别说周大姐了 任谁看了都贼稀罕 但是别看她家黄瓜 现在长得水灵的 二十多天前呢 可差点绝产呢 小姐我上次来前还愁眉不展呢 是吧 那个我 上火不 上次来前不全是病嘛 就为了完了 你们这一指导 干我打啥药 用啥肥肚的 这不病就没了嘛 真见效啊 你看看这病没了不 那啥黄瓜卖多钱了 卖 今天下来的碗 能卖几百千块钱 那也没当务卖是吧 没当务卖 那就行 那没当务卖 用药及时 自力及时嘛 及时 那时候来是刚刚开始要发病 是 要不控制那时候就麻烦了 那可不 那就没有产量了嘛 周大姐本以为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就能让小家富裕起来 可事事难料 由于棚内高温干旱 肥力不足 这半棚黄瓜都染上了白粉病 用周大姐的话来说呢 多亏了小苗医生 要不然别说赚钱了 本都得赔进去 这啥又下来了 你看大姐又高兴了 是 这啥 叶子没问题 你看这回就没有那个斑 你看这肥药啥的 你看这上的也好 就跟上了 对 我这笑意也来了嘛 小苗这时候也没来呢 能不来吗 不来不就丢人了嘛 你看 你看 来了 在这 这你说 我还进去未来的 好了大佬 把这个打没了吧 没了 我上回充的肥挺好 因为带来没 带来了 这黑水地的这个多米斤化肥 大量是水无肥 这一股地不要多用 15天到7天用一室 充实5到4室 我给你带了一个液体带肥 用量是50克为一壶水 这是打的 打的挺的时间长 不要打的过多 其实15天打一次 就往叶上打呗 50克的用量 打完叶的农率 农头爱长 小苗新岛里头还有多了5米斤树 那真好啊 谢谢你们了 你们来到这儿病也没了 关键心情好 打了也上来了 对吧 心情好 对吧 卖出钱了嘛 千万别说谢 一家人咱别说两个话 谢谢你 说两家话那客气 对吧 咱跟谁跟谁啊 这乡亲们多少年了都 一根根绿色的黄瓜 坠满藤蔓 看着周大杰脸上露出的笑容 我们就知道 那是他品尝到 满满收获的幸福味道 如果说您在大棚种植上 也遇到了什么问题 别着急 咱们黑土地啊 愿意为您提供 最贴心的技术服务 让每一位农户朋友 都能在大棚里 种出自己的致富路 好了 相信们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黑土地推荐的 好种好肥 正在热销中 想早点买农资 备农资的 赶紧订购 送货上门 另外呢 要想跟我们合作 共同经营农资经销商 可以拨打加盟电话 400-6818-80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